許巧欣這邊 好 現在媒體溫朗東呢 他就說許巧欣的這個丈夫的姊姊 劉項潔收押前臉書還有發文 說許巧欣也有在底下按讚 但是網友就覺得很奇怪 在底下按讚就代表他們之間 就有很大的關聯嗎 有人就說按讚不代表平時就有聯絡吧 我同學貼文我也有按讚 可是已經有快要六七年都沒有見過他了 還有人說我也有在黃捷的臉書上按讚了 那就代表說我跟黃捷有來往囉 這到底是什麼奇怪的邏輯呢 那黃捷明呢他就在他的臉書上PO文嘛 他說劉項潔在社群媒體發的照片 難道是重大的證據嗎 他說是啊 這張證明說 我昨天描述他捐民進黨政治獻金的動機 是完全正確的 穿著2020的飛行外套帥好 照片就在這裡 可以看到劉項潔他當時身上穿的這件外套呢 就是2020年蔡英文總統他們的飛行外套哦 但是呢 四叉貓他就爆出來說啊 這個劉項潔他好像也是挺蔣萬安的哦 在當時的市長選舉 不過黃捷明就說了現在重點是涉案與否哦 不是說徐曉星到底有沒有去按讚 那麼兇唱科醫師蘇一峰他也說了 洗錢案被查出徐曉星大姑力挺民進黨還收還政治獻金給綠營哦 他說大姑先生呢罷免暗是力挺3Q先生對韓國瑜當選院長一事 在臉書留言是評論噁心 那公司負責人更是民進黨員他們是用力秀黨證哦 所以要講藍綠誰的鍋可不好說 公司三巨頭可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那媒體人羅旺子他也說了嘛 攻擊徐曉星的力道現在是越演越烈了嘛 變成呢人設毀滅戰 很明顯的呢 他們現在的用意就是要拔掉監督政府的虎牙 那麼網紅陳怡他也是跳出來挺曉星哦 他說呢大姑離徐曉星太遠了 根本就是政治迫害 但是既然要出來搞政治 哪能不挨刀呢 好另外徐曉星本人他也是炮火全開哦 他說整件事情他覺得真的是非常的莫名其妙 到底關我什麼事 他說我的立場就是大意滅金 我看起來很白痴嗎 這幾個人呢都綠成那樣了 我還跟他們一起詐騙 我是嫌死的不夠早嗎 好那黃傑就說了嘛 限期呢徐曉星在24小時內要出來道歉 否則他就要提告 但是曉星當然也沒有在怕 他就直接PO文了嘛 他說我是不會跟綠傑道歉的啦 腦子如果沒問題 怎麼會憑空想像出不存在的說法呢 要告快告 不要等這個24小時哦 我就坐等法院的認證 那有網友在底下留言說 現在也很期待法院的認證啊 雖然大家都知道事實 所以徐曉星他丈夫的姐姐還有姐夫 現在涉嫌詐騙嘛 那身為他的先生呢 好留言裡他對於徐曉星淚崩 是感到非常的心疼 也強調說是絕對沒有涉入詐騙的 還說如果有的話 立刻會請辭下台 那面對現在綠營還有測意是超家滅族式的攻擊 時事評論員董志森就點出了 因為徐曉星他的問證太犀利了 打擊到綠營的痛點 所以他們才會猛烈集中火力攻擊他一人 大量的網友也很心疼 他們到徐曉星的臉書上留言 要他挺下去 另外時事評論員張雨萱 他也直言說了 徐曉星和詐騙沒有直接的關聯 硬要牽連 先生的姐姐姐夫原來是個詐騙犯 讓連日來獨自面對外界質疑的立委 徐曉星覺得真是夠了 因為我想來想去覺得到底關我屁事啊 就是說難怪現在這個結婚率這麼低 什麼時候現在連這個自己 老公的姐姐跟他的老公在外面做的事情 也變成是這個家裡面的媳婦要出來負責 前少出現在螢光幕面前的丈夫 劉燕禮也跳出來力挺妻子 讓他既心疼又抱歉 強調夫妻倆絕不涉入也絕不護短 我的姐姐跟姐夫 他們都是已經四十歲的成年人了 他們應該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如果我有涉入 我會立刻請辭下台 徐曉星甚至還一度情緒失控 連有涉入就請辭 先生有涉入就離婚的狠話都說出口 居然還被綠營大酸切割還假哭 但應該說的 他還是會選擇做自己 面對綠營鎖定他本人硬要把徐曉星跟詐騙集團連連看 支持者給他加油打氣說不會刻意眼哭到他人懷裡的戲碼 親者自欽 心疼他要挺住 根本已經到了超加滅族的程度 時事評論員董志森說 這就是衝著徐曉星這個經常爆料綠營不法內幕的藍營明星 把他當作假想敵 所有對民進黨的一些攻擊的反應 他其實都非常出色 那民進黨當然以他為假想敵 那所以我起陳其邁的爸爸 直系血清耶 那為什麼他還可以當那麼多的官 當到總統府民主黨 當立委 當高雄市長 看到目標就有見烈欣喜 沒想到卻碰得一鼻子灰 民進黨想要打擊這位藍營的政治明星 恐怕還需要多做功課 記者綜合報導 所以綠營現在不斷的影射說 徐曉星他也設炸 尤其是黃捷還要徐曉星辭職 沒想到黃捷現在大翻車 因為洗錢案的共犯林餘倫 綠營證實就是民進黨員 也被解讀說是反傷了民進黨 立委業員之就大酸黃捷說 這一次踢到鐵板有夠丟臉 還要黃捷要改邪歸正 不要監督立委而是好好的監督民進黨 立委徐曉星被大酷的洗錢案波及 更委屈哭倒在復婚期懷裡 黃捷見狀開戰了 更影射徐曉星設炸要他辭職 愛演愛哭也不能因此博取同情 黃捷的微風持續不了多久 因為捲入大酷案的洗錢公司 負責人林餘倫 被民進黨證實就是民進黨員 林餘倫過去還公開秀書黨證 網友跟挖出林餘倫曾經跟吳征和賴品瑜 共同開過記者會 讓黃捷被解讀是反傷民進黨 沒有什麼反傷不反傷 詐騙這件事情大家都聲痛二絕 黃捷真的是自己踢到鐵板 真的很丟臉 我覺得黃捷不要一直監督立委的好嗎 你還是去監督民進黨吧 林餘倫過去還在講公同像破漆 而且破了不止一次 被依照妨害公務罪提告 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還當過他的律師 而且立委吳佩穎也認了 收過林餘倫三次政治獻金 但強調絕不循私護短 林餘倫是我們臺灣大學的同窗 那我也已經把所有 我所知道的資訊 我也都封在陽光下給大家檢驗 徐曉青只是因為說 他大姑有涉案 徐曉青就要此立委的話 那吳佩穎是不是更嚴重 所以要連大家一起來連 吳佩穎是不是應該才是所謂的 跟詐騙有關的立委 顧立雄做一個律師 然後幫詐騙集團打官司 而且還打贏的 那如果要這樣連的話 顧立雄可能也不能做官 被徐曉青開戰的 還有時事評論員溫朗東 炮轟徐曉青切割大姑 該道歉請辭 結果網友揪出原來溫朗東 跟林餘倫是多年好友 如今換溫朗東忙著切割 我對他的一些刑事風格 就不是很認同 做事情比較眼高手低的這個人 所以乾脆不要往來了這樣 這次發生這攝探案件 我五年半沒聯絡 我當然也沒辦法知道 請問一下 哪一點可以證明徐曉青涉案 如果都沒有涉案的話 請問一下 你到底要指控什麼東西 溫朗東自己過去的臭事也不少 你慢慢被人家挖出來 你自己就知道 綠營協同側翼 全力踩踏徐曉青 殊不知回力標這麼快 就打到自己 借過相當陳佑 台北報導 所以曉青在15號的時候 他在立法院受訪 就表示說大姑大姑先生 做的事情變成要媳婦負責 根本是莫名其妙 而透過了網路溫度計 Daily View最新的立委口碑排名 就發現了 徐曉青他是排在第三名的 14號他因為大姑涉案 哭倒在傅崑奇的懷中 也拉高了彼此的聲量 傅崑奇就排在第四名 受訪的時候表示說 所有涉案的人都是民進黨黨員 國民黨感到深深的不以為然 相信徐曉青清白 好 另外我們也來看到的是 前理委郭正亮他也表示說 事實上許多綠營的人士 他們寫臉書都是在寫給1450看的 讓同溫層可以加深對你的偏見 因為1450需要互相打氣的材料 如果大家來救命真相 法律事實 就會發現他們很低級 所以他這個就是魚目混珠啦 就是來騙大眾的啦 市長坦白講他寫那個臉書 你以為他是在寫給你看嗎 他是在寫給1450看的啦 先給同溫層看的啦 然後就是讓同溫層加深 對你的偏見嘛 這種搞法看多了啦 市長我常常上Trey去看 他們在留言啊 滿嘴胡說八道在那邊互相鼓勵啊 就是這樣啊 就他他需不需要這個 他需要啊 不然那個民進黨 那個政府一天到晚被K嘛 所以為什麼徐曉青這個東西 我說不會那麼快結束 就這意思 因為1450需要互相打氣的材料啦 那因為沒有人會 應該說極少人會對這個案子 有很深的了解 那亮哥你有掌握到 我朗東說他還有料要報耶 還有證據耶 那就看今天他有沒有講嘛 吹牛大王他以前當作儀寇的小弟 誰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而且在新竹到底有沒有付錢啊 就大家都來爆料 只是懶得提他而已啦 他根本就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事實上就是有很多人 事實上是寫給自己人看的啦 他也知道不會有結果 那可是問題是這個就叫秤粉嘛 這個就是單純的網路行為啦 就是比如說有些1450 他有時候留言看到 我今天流量竟然有超過200 他就很高興啊 就是這種行為啦 所以我覺得這就沒什麼好談的啦 因為你如果拿到大家來救命真相 法律的事實 那你就會發現他們就很低級嘛 可是他們本來就是這個本質啊 我以前早就講過他們啊 蟑螂跳蚤老鼠窩啊 所以他怕什麼 已經都被說成蟑螂跳蚤老鼠窩 也沒有感覺的一群人 還會在乎你罵他嗎對不對 以前還自討自然都有了耶 所以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沒有很不堪耶 這只是他們的常用手法而已啊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關注的人會越來越少啦 然後放這裡燒不開嘛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你會不會做到這間層 我也會不會做到這間層 你會不會做到這間層 fís點目是非會做到這間層 當你試用說話 不停放置 是隨便可以做到這間層 by bwd6